前列腺炎治疗的话 我们首先要对它进行一个分类 那么如果是急性前列腺炎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是要静脉输注抗充素 那么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血培 还可以做穿刺的筹取农业来进行培养 选择敏感的抗充素 这个往往需要的疗程是两周 往往需要我们的经脉的点滴 那么慢性前列腺炎 我们一般来说就分为细菌性和非细菌性 那么对于细菌性的前列腺炎 我们可以选择敏感的抗充素来进行口服 那么对于非细菌性的前列腺炎 我们一般来讲给患者要讲 就是让他要避免一些引起前列腺炎的一些诱因 你比如说不能久坐 不能憋尿 不要晚上熬夜 那么晚上的睡眠一定要保障 那么再辅助于药物 那么我们的药物呢 对于慢性的非细菌前列腺炎来说呢 主要是一些植物的织剂 还有一些抗充素 那么以缓解它的症状为主 而不是以治疗它的感染为主了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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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